八观灾戒 后来等他老了 往生了 那有人问那些老和尚 他现在投胎哪里 老和尚说他投胎做人去 因为他受八观灾戒 所以各位 一日一夜八观灾戒 来 第一条 各位看他念了 罪障消除 幽婆舍借经八戒灾品 善男子 若能如是清静归一 受八观灾戒 第196页 除五逆罪 除了杀死父母 杀死佛陀 杀死阿罗汉 这样子的逆罪 没有办法马上消除 其他的一切罪业 刚刚讲 杀人 堕胎 杀动物 罪业皆是消灭 所以希望大家 都受八观灾戒 虽然你没有杀人 可能你都没有 但是很多人在杀人 很多人在堕胎 很多人在杀动物 但是我们受八观灾戒 希望对方罪障消除 我们儿女受八观灾戒 回向你妈妈 妈妈可以罪障消除 不堕落 所以八观灾戒力量很大 第二 眼离恶趣 所以十三夜经说 受这个八观灾戒 不堕落地狱 不堕落恶鬼 不堕落畜生 不堕落阿修罗 阿修罗就是 虽然有福报 嫉妒心很强 心不安定 所以没办法修行 所以 除了不堕落 阿修罗 常生人中 而且正知正见出家 将来正阿罗汉 如果生天上 就生到饭点 为什么 各位今天 受八观灾戒 没有欲望 晚上不吃 不化妆 不能唱歌跳舞 所以你就会生到饭点 因为你断淫欲 今天一日一夜 断淫欲 断贪欲 就会生到上帝的天 上帝的天不得了了 几千亿年的快乐 不用吃东西 没有男女欲望 就像你永远在 听最好听的音乐 看最好的景色一样 最好的声音 最好的景色 生在饭点 而且充满了爱 上帝没有恨 上帝爱世人 慈悲心 所以横生饭点 将来还可以碰到 佛陀出家 请转法轮 所以八观灾戒 非常殊胜 不堕地狱 鬼到处生 不堕阿修罗 正见出家 所以各位今天受八观灾戒 要发愿 愿我来是 直接往生净土 然后呢 趁愿再来 证见出家 过往度众生 所以受八观灾戒 可以如此 在佛陀的时代 有一个流浪汉 大家在受八观灾戒 他也来寿 然后寿完以后 然后中午时间 他就跑很远去 大小便 结果他跑很远 踢到一包东西 然后他打开看 哇里面都黄金啊 哇他正在想黄金的时候 那四个厂黄金的人 以为他要偷他的黄金 四个人就把他打死了 那有人就来问佛陀 说佛陀啊 那你不是说受八观灾戒 不会堕落恶道吗 那佛陀就说了 这个人本来要下地狱的 因为他以前为了抢人家的老婆 杀死对方的老公 而且抢了他的钱 他要堕落地狱的 那是因为他这一次 无心当中也来受一次八观灾戒 那现在众业轻暴 他现在直接升天去了 众业轻暴 不然呢 他本来这种业障 他要下几次的地狱 受苦啊 所以那虽然他死了 他直接升天了 第三福报优厚 所以六日在福报如海水 不可抖量 算也算不完 所以家里有人往生 或是各位 你最近要开公司 我以前啊 当兵回来 去上班的一家公司 叫海渡旅行社 全旅行社还赚最多钱 我现在才想通啊 那个老板娘很厉害啊 每个月初一十五 全公司人不准出去吃饭 老板娘请客 加财 他规定你要吃素 因为老板娘那天都说八观再见 拿很多东西去寺庙拜拜 回来 那我是在那边开始知道说 哦 吃素 也在那边慢慢的 改变了一些想法 后来我也成为 全公司收入最高的人 我也有福报 对人生就有一些新的看法 你跟你儿子说 要赚钱吗 每个月跟妈妈就守一次八观再见 对不对 很简单啊 不要花钱啊 福报无量 又可以消业障 第四 来世尊贵 佛陀的时代有一个国王 二十五岁 整个国家非常有钱 就像各位你说 加拿大跟印度 比起来 加拿大算有钱的国家 对不对 他整个国家很有钱 而且他又年轻 有人就问佛陀说 这个普达国王上辈子 做了什么大大的功德啊 佛陀说 哎呀 很简单啊 这个普达国王 他以前是老国王的侍者 他是一个孤儿 他站起来不能超过他的膝盖 他永远要跪在地上 有一次 那我年轻的时候 老国王来说八观再见 然后这个奴隶也跟着来 在旁边帮他擦脚啊 按摩啊 那我在传戒的时候 这位小奴隶也很有善根 他也接受啊 他也过午不时啊 他也持戒啊 因为这样 回去没多久 无病而终 那老国王那时候没小孩 他来受八观再见 是求儿子的 满他的愿 他的奴隶就投胎 做他的独身子 所以老国王回去没多久 房后就怀孕 老国王很高兴啊 非常富持生团 所以国家就越来越有富报 然后呢 小孩子生下来 王位就交给他 就是现在的普达国王啊 所以各位 愿来是各位都做国王 做王后 我还做出家人 互相互持吧 对不对 因为你一日受八观再戒啊 来世尊贵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第五 得向好生 长得漂亮 长得漂亮 每一个戒律 都会让你相貌改变 所以有一次 有一个天女 长得特别好看 跟别人不一样 玉皇大帝就问 你过去造什么业啊 这个天女说 迦瑟佛 各位迦瑟佛到佛陀 现在已经两万劫啊 她那个时候 受一次八观再戒 在佛陀这个时代 她还在做天人 还永远漂亮 习以迦瑟佛 受八戒斋 经得升天或端正报 所以我们说八观再戒 眼睛不乱看 耳朵不乱听 所以每一个相都会好看 手不去偷钱 手相好看 身体不杀身 身相好看 所以不喝酒 所以走路相好看 这佛经都有写 每一个戒律 因为实戒就包含人路 对不对 今天晚上不吃饭 过午不食 所以生生世世 胃上胃下 你牙齿端正 等等等等 所以各种的相貌 第六 得无上乐 优婆社接近说 凡是灾日 大家就不要有杀身 吃肉做坏事 六灾日 这六天各位背一下 初八 十四 十五 二十三 最后两天 最后两天 开始二八 二九一二七二八 这叫六灾日 那后来又变成十灾日 十灾日就会加入初一 那各位看《地上本院经》 普门品里面都有啊 那后来华人就发展成 二灾日或四灾日 二灾日就初一 十五 四灾日就初八 二十三 简单的说 六灾日就是隔休啊 七天一次 第二个七天两天 第三个七天一天 只是我们现在西方社会变成天主基督教的礼拜天 礼拜天嘛 做礼拜 那代表天主基督教赢过我们了 如果你去泰国就不一样了 泰国是按照这个灾日在休息的 以前 那现在是按照西方的灾日在休息的 但至少各位知道这六天 第七所求如愿 那你受方安栽界世间的愿 升天的愿 乃至将来要成佛的愿 都能够满愿 来请翻到背面背面 授慈八关灾界的 十二条功德 我们大家 你一边 来 授慈八关灾界的殊胜功德 一脱离病苦 二消灭罪障 三免除恒祸 四远离恶趣 五福报优厚 六成就迅速 七来世尊贵 八得生天上 九往生住园 十临终欢乐 十一得向好生 十二成果道园 所以药师经说 家里有人生病很严重 甚至快往生了 你帮他受八关灾界 七日七夜 那又替他放生 念药师咒 挂金凡 这就是金凡 一折手 就是这样一个 一个这样长啊 挂金凡四十九面 那他们就挂在山上 那挂四十九面 那做这些 那这个人就可以 无病长寿 等等 所以受花关灾界 那大家伸口意 慈戒又忏悔 就像早上 我们念三变忏悔祭 庄不庄严啊 光三变就很庄严 因为大家的力量 各位如果愿意再拜八十八佛 八十八拜 更庄严了 过年的时候拜千佛 但是我希望各位 至少每天在家里 至少这样忏悔 九三变 就是三三三就九拜了 拜的时候往昔所造诸位 也就由我想拜 对着佛像 早上拜上拜 中午拜上拜 晚上拜上拜 千万不要等到海盗法师来 再拜 你要自己拜 因为你每天都这样拜 以后你的身材好 身体好 业障消除 对不对 礼敬诸佛称赞如来 广修供养 忏悔业障 各位按照这样做 礼敬诸佛称赞如来 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声音特别好听呢 泛音呢 随时在称赞如来 各位养成习惯 我们华人有一个习惯 不称赞别人 但是会批评别人 对不对 那各位要养成习惯 今天晚上回去 老公 你实在是帅 看到老婆 你实在是胖得很美 称赞 但是你要养成习惯 世间人称赞不来 先从佛像称赞 请问后面的释迦牟尼佛 装不装严 装严 天上天下无如佛 特别这一尊在印度 正觉佛塔弥勒菩萨亲手所造 现在是世界佛像的代表 这一尊 这个叫佛陀降魔图 三十五对 三十五岁成佛图 所以右手朝向 所以降魔土地做证明 对不对 左手禅定印 脸呢 小称大称密称 三合一的脸 很多人在模仿做不出来 你看他腰多细啊 佛陀不会肚子大大的 所以身相庄严啊 所以各位你要多看佛像 你看他眼睛多庄严啊 现在有一个人长得跟他一样一样 叫大宝宝王干嘛吧 像好庄严啊 所以那各位要称赞如来 从头看到脚 眼睛庄严 鼻子庄严 嘴巴庄严 耳朵庄严 每一个庄严相 你都要称赞 这非常重要 波斯尼国王有一个女儿 丑罚怪 被关在地下室 不让别人看到他 然后呢 他老爸帮他找一个很贫穷的贵族 他说如果你娶我女儿 我所有的黄金钱给你 让你一辈子享受快乐 只要你娶我女儿 但是永远不准带他出门 关在地下室 然后这个驸马爷有钱啊 到处交朋友啊 但是每个人都问他 哎呀 听说你太太是公主呢 是长得太漂亮 你不带她出来啊 从来没看过 有一天人家就灌醉她 偷她的钥匙 想要来看她的太太 到底是长得什么样 那一天啊 这一位公主呢 她自己想一想 我爸爸把我关在地下室 就是因为我长得很丑 哎呀 这是我的臭 我也不怪爸爸 但是听说人间有佛陀啊 我也没办法去看 她就跪在地上 祈求佛陀啊 佛啊 我一定过去是 造了很大很大的恶业 所以我才会被关在地下室 虽然是公主 却这么丑 永远见不了人 但是她跪在祈求佛陀的时候 各位 佛陀就出现了 佛陀从地下 变亮 开 佛陀的头发就出来 当她看到佛陀的头发的时候 她那个头发像钢丝 就变成佛陀的头发一样 然后再来看到佛陀的额头 再来看到佛陀的眼睛 她每看一像 她身上的像就变掉 她看到佛陀的脸的时候 她整个脸就变成第一庄严 然后她看到佛陀的身体的时候 这位 我们在佛陀的名叫金刚女 因为她身体像石头一样的 丑 头发像钢丝一样 所以叫金刚丑女 结果这个金刚丑女 一直看佛陀的像 一直忏悔 所以她全身都改造了 然后佛陀就跟她说法 过去因为你称慧心强 所以相貌丑陋 过去你常行不失 所以你出身富贵 过去你不嫉妒别人 所以你贵为王子 但是你今天全程忏悔 看到佛的像 所以也消除你的二像 所以各位眼睛不好 多看佛的眼睛 鼻子不漂亮 看佛的鼻子 佛陀的像是给我们看的 消夜的 每一个像 三十二像 八十随形好 所以以后 你媳妇怀孕着